我受不了了 所以 只要我 完蛋了你就知道 性格男星張孝全 和金馬獎最佳女配角 萬倩的定情之作 《青田街一號》 終於要在七夕情人節上映 近日劇組開始啟動電影首映宣傳 男主角張孝全 率領一眾男演員出席 MAN位十足 這次在片中 張孝全被迫扮女裝 不但要穿new bra和高跟鞋 還得刮光腋下的毛 讓一向超酷的張孝全 大喊真的好慘 一毛男還是刮一毛 是一件奇怪的事 所以我跟導演 爐了很久 真的 看能不能不刮就不刮 對 但還是刮 還是得刮 非常敬業的演員 因為刮完之後長出來 那個刺刺唱唱的感覺 也不舒服 對 因為那個時候夏天 就我很會流汗 是 那剛長出來的時候 然後加上汗 就很癢 是 然後那些動作也很癌 對不對 張孝全和萬倩 因為合拍《青田街一號》 進而相戀 不過至今張孝全仍不認愛 為了電影宣傳上片各大節目 仍然大打太極 就連監製李烈都幫忙繞圈圈 這一回只找來男演員宣傳 難道兩人真的像牛郎之女般 不碰面嗎 會排次跟你女友一起宣傳嗎 跟萬倩 不會 我們之後就 不會啊 對啊 手印 手印就會一起 因為萬倩他在大陸 他在拍戲 所以他沒有辦法趕回來 那隨便你們大家知道 S娛樂新聞中心台北報導